看民众医师杜成云推着购物车 来到这间位在洛杉矶 爱尔蒙地市的大型量饭店 新台湾食品批发 卖场里不仅充满了来自亚洲各国的食品 更是购买台湾美食好物的首选地 今天来的这个新台湾食品批发呢 它以前是专门批发给餐馆 做一个wholesale的 但是它现在也开放 就是一般民众不用大量购买 也可以来选购 很方便 就有点像进大卖场 美式大卖场一样 但是有个好处 你不用办会员 你直接就可以walk in 买你要的东西 重点是呢 很多台湾的好零嘴 养生好食呢 都只有在新台湾食品批发 才买得到 你来逛逛就知道 好多东西哦 是你以前没有探索过的 来一次买个够 平时最注重健康养生的杜成云医师 马上就注意到 架上摆满了来自台湾的 枝出芝麻系列产品 不管是芝麻粉或是芝麻酱 都能够一次买齐 百分之百台湾进口的黑芝麻粉 高钙很丰富的营养呢 适合全家使用 还有哦 枝出还有一系列的 拌面酱 胡麻仁酱 还有黑芝麻酱 也都是我家里一定会准备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你要在家里啊 做麻糬啊 或者自己做包子 想说比较健康有没有 其实有时候自己要调这个芝麻馅啊 好累哦 复卫箱都帮你准备好了 现在在新台湾食品批发 都买得到 而喜欢吃豆类食品的民众 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台湾知名品牌 所长茶叶蛋 所推出的畅销食品 爆脂方干 以及适合下韭菜的麻辣臭豆腐 不仅风味绝佳 还含有满满的蛋白质 此行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新台湾食品批发 试吃所长茶叶蛋的爆脂方干 所以三种口味都要记得买齐哦 直接一包真空包装打开来哦 把它煮成汤底 加蔬菜啦 加粉丝啦 加你想吃的东西 还有菇类 就非常的营养 而且非常的好吃哦 逛着逛着 杜成云医师就来到了台湾零食区 这里不仅有樱桃爷爷出品的牛嘎糖 海苔煎饼 还有数十年都经典不败的乖乖 和可乐果残豆酥 盐味焦糖跟奶黄流沙 而且它用的是台湾的再来米 现在人都很讲究 这个食物的来源啊 回溯啊 其实他们都写得很清楚 这都是好东西哦 一定是台湾的好米做成的 还有我最爱吃的 这是真的 可乐果 你可以到我家的厨房的pantry看 我起码都会准备六包以上 可乐果残豆酥 一个礼拜吃个半包 接接餐哦 有时候晚上啦 吃点可乐果啦 喝点小酒啊 非常棒 还有还有新口味 这个我们家年轻人很爱吃 盐酥鸡口味哦 它的味道就比原味比较 有滋有味一点 还有烟熏卤味哦 一样的口感不一样的调味哦 年轻人很喜欢 另外连目前台湾最夯的伴手礼 六月初一也飘洋过海 让美国消费者感到一阵惊喜 像这个六月初一 很多亲友呢都会从台湾呢 一盒一盒的搬过来 不用了 在美国呢都可以买到双层包装 可以防潮防湿的哦 其实保鲜期更长哦 在美国可以好好享用 半个月内吃完就可以哦 一样口感酥脆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台湾原产的饮料 可以让顾客一箱又一箱的搬回去 热爱台湾食品的杜成云医师 在这趟丰盛的采购之旅之后 感到相当开心满意 随着岁末佳节的来临 杜医师也建议民众 一定要把握时机 前往新台湾食品批发 就能够把台湾的美味食品 一次买齐 东西新闻徐会堂应鸿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到最后 到最后 感谢观看